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荣誉网络培训 本节我们讲解试图工具组的使用方法 试图工具组,来跟着我鼠标看 就在这一排菜单里面 首先我们看这个,缩小 这个缩小很形象 它是一个放大镜 然后中间有一个减号 单记一下 就缩小一次 单记一下就缩小一次 像这样操作 当然它可以对应在键盘上也有快捷键 当我们把这个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状态下 一定要是英文输入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X 它就会缩小一次 然后呢 这旁边有个工具叫做局部放大 它的图标是一个放大镜 中间有个加号 来框选 再松开鼠标就可以放大了 你想要放大哪个部分 就用这个放大镜去框选哪个部分 框选以后松开鼠标就放大了 它也有一个快捷键的 对照就是这个键盘上的Z键 等一下我会写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这旁边有个工具叫做全屏显示 单记一下 这个工具就是显示我们所画的所有的线条 然后再看这旁边有个工具叫做移屏 来单击选中它 选中以后呢 在这个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小手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按住鼠标左肩不要放 进行拖动 这个屏幕就会随着你的拖动 而移动 你想拖到哪里都可以 这个是移屏 这边还有一个前画面 它是用来显示前一个画面的 我们点一下 看到了吗 显示你在全屏之前的一个画面 但这样子看不明显 我们就现在把它全屏一下 全屏像这样子 然后呢 我再用鼠标选中这个局部放大 我现在呢 把这个领口部分给它放大 放大以后呢 就只会显示领口部分啊 看到没有 成了这样子以后呢 我想回到 放大领口前的那个画面 我们就用这个工具前画面 点一下 看到了吗 它就回到全屏显示的这个画面来了 好了 这就是视图工具组 视图工具组 它有这个快捷键所对应 比如说这个缩小 缩小了在键盘上 英文输入状态下 我们按字母的X 它就缩小了 那我在这里写一下 字母X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局部放大 它所对应的键盘的这个 这个字母 是Z键 是这个啊 记住一定要在英文输入状态下 然后再看这个 全屏显示 全屏显示的是字母V 就这个字母 然后再看这个 移屏 移屏的是字母C ABCD的C啊 这个 好 这就是他们分别所对应的快捷键 好了 本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